你刚才也特别说到内房 现在有市场传 就是广东省政府召开多家内房企业一起开会 就好像为国企央企的兵购 帮他们牵线踏桥 帮他们line up做那些收购 其实内房股上个星期五就做得不错 比如中海外星期五升9% 但是全个星期计就升了两成 华润置地星期五升7% 全个星期升一成 曼科和金贸都升超过7% 你刚才说到 你觉得没有一些很确切很利好的消息 你就觉得不是特别看好的 其实是不是表示了 你觉得现在追入是不值得呢 这么说我觉得不是很值得的 因为如果你要追下去房股 你追在JD比是追688追109的队 当然那队都这么强势 你还要说上个星期中海升了两成 就是第一个星期而已 你升这么多你就去追 你一定不舒服的 但如果你说688有机会回到20元这些水壁 我觉得可以买 但你不会说一两天跌回一成 你一两天跌回一成 你又怕了 给你都不去接 所以在这些位置你走去买内房股 通常的结论是什么 你逼于无奈就退休期之 买的可能是奴户集团 万货这些 买这些都仍有少讨论空间 但通常最极端的那些就是买一些出市那堆 不要说恒大未必 但有些人会想到世贸房 有些人会想到玉费 近期跌得很厉害 或者可能说碧桂圆就算没有出市都是 因为跌得很厉害的内房股 你见它跌得多 有机会变得反弹 但问题是为什么之前跌得多 就是有很多潜在风险在 我们就是说现在你面对问题 没有事 但回来你又觉得没有事 一旦打回来的时候 第一方面你肯不肯止蝕 你不肯止蝕 最大问题就是可能有些风险因素 你没有事了 我们就是说不建议用一些鱼鸟政策 就是说这一件事 所以你说内房股 其实我们就是这么说的 在2022年暂时这一刻你做部署 整体的玩法和2021年几乎是无分别 2022年内房股是一个很差的弹块 但其实当中你看688、109这些 跑费行指的 跑费行指的 那个问题不在他那里 那个问题是在个别的内房企业 带来一些货烧年软存货 但是货烧年软存货 暂时怎么烧都消不了 688和109身上 实际上就是这么想的 所以如果你来未来买内房股上面 你想688和109那些 其实是你斗个信念 就是说哪只内房股会出事 而怎样去衡量 就不单止单单在一个平衡计划上面 就是个资产负债表 如果就是在个资产负债表上面 万科一样都可以做得很好 但问题是为何万科都相对比较劳 就是比较升得没那么多 因为现在这一刻大家看内房企业 就是在这10年它的经营状况 那个营运模式 哪间越保守的 哪间就越稳定 就是说出市的内房股 几乎一样的共通点就是说过去这10年太过进取 过分杠杆 特别是说当它借不到钱的时候 就是在表内的资产借不到钱 它就尝试伸去表外上面 就是现在爆了一些东西 表外资产就是说一旦出起市场 那些债责就被人抛售了 而我们这半年都说表外的风险分析不了 靠股而已 所以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要买内房股 最安全买688和109 但是你不在这些位置买嘛 就是在那些股份上面升到 客人都知道没有事 安全那段时间买 你去年也买过很多次 好像那些电动车 绿色能源股份 不是不可以的 但是你买的位置不可以而已 所以你说内房股 我又不会说真的不能碰 但是可以碰的股份就不在这些水平买而已 那给一些耐性 我们觉得其实你看2021年 你知道肯给耐性 很多时候就算基本一数好的股份 升了很多时候 都有机会调整的 miss了就算了 通常都是这样想的 你问我2021年我都miss了很多东西 但是没问题的 你总之买的位置很漂亮 不要跑输大线就行了 我的心态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说短线来说 指数又不是太差的话 你不会说完全没有部署的 但是买一些 可能说股值叫做相对比较吸引的 那些旧经济股 而内房股方面 是的 整体现局股值不会叫做贵 但是OK的那些 又是相对地上升了很多 那我就觉得看定点 因为始终的板块也是太风头火了 所以688亿109的我们觉得是没事的 但问题是如果其他人有事 通常整个板块这样烧上来的时候 他们高位调整一成的空间 还有机会发生的 所以你问我华人之地的 可能等32元再买回 688等20元的位置再买回 这些水平就适合化生算了 是的 对